这是动物双成绩第75篇文章,枪击案频发的美国,每一次悲剧发生,关于持枪或控枪进枪的争论,呈现出的,都是美国社会最分裂的侧面。 离我们最近的世上周三,发生在加州酒吧的枪击案,一个28岁的前海军陆战队员,射杀12人后一代自尽,参加过阿富汗战役的凶手伊恩戴维朗,被警方认为患有创伤后应急障碍。 随后,特朗普下令华盛顿白宫及所有公共场所,宣示驻地将办其治安,治疯,悲伤,哀悼,然后毫无作为。 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?一年前,拉斯维加斯发生的那起59人死亡,527人受伤大屠杀般的枪击案,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。 至今还让很多人心有余悸,枪击案发生后,特朗普同样一边去责,这纯粹是魔鬼的恶性,一边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祈祷,哀悼。 而对于下一步控枪要怎么做,则轻轻带过。 特朗普未能推动的控枪,任期8年的奥巴马同样没做到,2012年,同样轰动世界让人心痛的,还有刚迪胡和小学校原枪击案, 26人丧生,其中包括20名6到7岁的孩子。 听闻枪击案消息痛哭的亲人,枪击案中丧生的孩子们,奥巴马在就这件事的演讲里几度落泪, 他缓缓读出所有遇害孩子的名字,并承诺,现在,国家面临着严峻的问题,这种悲剧事件应该终结,我们必须去改变它。 而我们看到的是,无论是奥巴马任职期内,还是离任之后,美国依然枪支暴力频发,有人顺制剃血枪击案,已经成了美国特产。 美国儿童被枪击的几率是加拿大孩子的4倍,是以色列孩子的7倍,是英国孩子的65倍。 在这些惨剧频发和连世界上,最强大国家的总统都无力的现实背后,是一个强大的组织美国全国步枪协会。 先把第二修正案规定,为了防止政府强势影响人民的权利,持有枪支用作自我防卫,是每个美国公民,应该享受的公民权利。 在美国,这就是天兽枪权,而美国全国步枪协会,就是这条法案坚定的拥护者,他们用二分法把世界分为好人和坏人,并在无数场合不断长调坚定持枪的两个逻辑,阻止持枪的坏人唯一的途径就是持枪的好人。 枪不是杀人元凶,人才是元凶,一个兼职用枪的协会,又为何让美国政客如此忌惮? 一是会员,因为和很多东Club,及很多公司有合作折扣,NRA凭借低门槛的入会费吸引了高达500万会员,600美元即可成为MAR的终身会员。 事实上,去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,超过1400万美国人认为自己是NRA成员,即使他们不是缴费的真会员,他们也支持NRA的价值观。 这股庞大的力量,对每一个希望在选举里获胜的政客来说,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 二是资金,因为庞大的付费会员、个人捐款,以及枪写和弹药公司,每年的定期捐款,NRA拥有问候的资金,这也可以左右部分选举。 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,NRA就为特朗普花费了3000万美元,去年4月,特朗普出席NRA的地面活动,一个鼓励持枪的协会,当然是竭尽所能,反对控枪进枪,促使政府放松枪支管控,让人们拥有更多枪支。 事实上,美国民间的枪支保有量已经十分惊人,一个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4.4%的国家,却拥有全世界46%的枪支,全国大概有3.9亿支枪,相当于每个男人、女人、孩子人手一支枪,还剩6000万支。 而美国的枪电数量多达十几万家,远远超过了麦当劳家星巴克门店的总和。 除了实体店买枪跟买菜一样容易,枪展也是大售美国人欢迎的构枪合法渠道。 枪展对美国人来说跟国内的车展一样受欢迎,每年大大小小几千场枪展,永远人头传动。 除此之外,美国还有很多在线树枪网站,出名的如Almslist,各种类型的枪应有金有,普通防身的枪支几百美元即可买到。 而当方迪胡克小学的枪击案惨剧发生后,令人出乎意外的是,几乎每个州都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。 但所有的走向都是放松持枪辞职管理,人们通过持枪增加自己的安全感。 可是事实上呢?在美国,每年三万人死于枪口之下,持枪量和枪击枪击死亡人数成正比。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199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,持枪的人向家人开枪的风险也同时会增加三倍。 这个官方研究报告彻底记录了NRA,他们一直试图掩盖这个结果。 NRA正极力促成的松散的,没有严格被警调查的枪支管理,也是枪击案受害家属最愤怒的地方。 这两位老人的女儿Jessica死于2012年丹佛电影院的枪击案,他们自己也是吃枪者。 但是在女儿遭枪击这件事上束手无策,凶手直接从老上买了6000发子弹。 Jessica的母亲一直在追问,她不是军人,不是警察,为什么这些售卖没有限制? 从2004至2014年10年间,就有2000名恐怖分子嫌疑人,在美国通过合法渠道买枪。 他们甚至直接在视频里鼓动其他人,你知道美国构枪背景检查系统很说,你还在等什么? 这名悲痛欲绝的父亲,儿子死于便利店的枪击案,在接受媒体采访,是他声音乐之下的说,一个都不能再有。 在纪录片枪口之下,under the gun,离,这位悲伤的父亲在镜头前,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描述自己看到儿子尸体时的情景。 到现在,他一直开着儿子留下来的那辆车,他觉得那是他和儿子唯一的联系。 七岁的丹尼尔,是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案的遇难者之一。 他的父亲说,我现在还能想起小时候给他换尿布,看着他长大,现在我只能说,两个月前我和丹尼尔在一起,一年前我和丹尼尔在一起,两年前我和丹尼尔在一起,四年前我和丹尼尔在一起。 以后,或是十年前,几十年前,他永远停在了那里,小小的,七岁的丹尼尔,面对政府的不作为。 这些枪击暴力的受害者家属认为,枪击案能发生在学校、教堂、酒吧、超市,也有可能在任何时候,发生在任何地方。 他们决定自己行动起来,成立互助组织,互相安慰,成为彼此的力量,积极推进美国漫长的空枪路。 有枪支售卖许可全的经销商,通常一年才接受一次审核,而在这其中5%被称为烂苹果的经销商,就销售了90%的犯罪枪支。 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们,决定从抗议这些烂苹果经销商开始,因为他们不想再有一个5岁小女孩被问到长大以后想干什么的时候,她的答案是,活着。 失去孩子的母亲们,开始四处宣讲,呼吁空枪,他们无法容忍,在阴枪击失去另一个孩子。 失去孩子的父亲们,同样收拾起悲伤,准备战斗,他们说,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战,而是希望不要有人和他们一样坐在那里。 这些因为痛失孩子而走到一起,坚决要求空枪的父母,自下而上,直接推动了华盛顿州259次法案的生肖进程, 要求华盛顿州所有枪支买卖,都要经过背景审查,随后十几个州,也都采取了并联邦法律更严格的空枪法案。 还记得那个说,一个都不能再有的父亲吗? 他就是这个法案积极的助力者。 5年前的4月17日,被奥巴马称为耻辱的一天,因为一向将高枪被禁审查从零售地扩置斩销会,互联网等领具的空枪法案,在投票中午14比46胎死腹中。 随后,第一个由全国步枪协会NRA出自,强烈反对I594法案的政治性广告在电视上首播,反对扩大监管枪制的购买和私人转绕。 这其实是一个未完待去的故事,也注定是一场文化、传统、法治和自由的长久博弈。 人们可能会忘记倒在枪口下的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,但绝不会忘记失去的至亲。 不断平凡的枪击案,冰冷的死亡数字,把一个个家庭活生生撕裂,但这些无奈生硬的转折同时也带来了某种不可抗的。 实际的,更具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温暖力量,这种发自本能和爱的力量,我在之前写马哈和万川地震的时候同样写到过,感受过,只是,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,一些爱在涌动,反滚,会成大河,一些爱破云压力,在沉默,下沉,最终暗淡无光。 About us,松鼠家冒解,先媒体人,十年隐兵,南梁运雪,一个美国求学多年,先去北京,一个北京票当多年,先去悉尼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